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 在疫情下 如果你想自驾出去走走 所遇到的吃饭问题 自驾出来玩呢 可能你会遇到这样的吃饭的问题 第一呢 很多餐馆现在还是闭门不开 有些呢 可能是因为疫情 有些呢 也许是真的不好经营 有些餐馆呢 虽然已经开了 但是还是没有糖吃 只能点外卖 还有很多餐馆呢 它虽然开了 但是呢大大的缩短了营业时间 所以现在出去玩呢 尽量晚上早一点收工 提前一点吃饭 也有一些餐馆呢 你只能坐在餐馆的外面吃饭 不能在室内吃饭 那遇到温度高的时候 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另外一个限制因素呢 就是你想选择 条件比较好的 消毒状况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些餐馆 因为很多餐馆呢 不能糖吃 所以又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找卫生间的问题 因为很多餐馆呢 都不能糖吃 所以他们的卫生间 也不对外开放 通常我们出去旅行呢 都是选择 有早餐的酒店 那这次呢 疫情情况下 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Hepton Inn呢 在Ashville 这是我这次自加油中呢 吃的最好的一个早餐 各种食物呢 都很齐全 唯一的一个地方 还可以自己做Muffin 还有各种水果 煮的鸡蛋 还有酸奶 各种饮料 非常的齐全 面包的种类呢 也很多 还可以自己烤面包 打开盖子呢 冒着热气 真的好温暖的感觉 这次住的酒店呢 主要是Hepton Inn 还有Holiday Inn Express 总的来说呢 觉得Hepton Inn的早餐 会好一点 但是有一些酒店呢 就是给这样的一个 Brown Bag 里边呢 有很有限的 一点点吃的 那如果你出去玩 又不想耽误很多时间 在早饭上 所以我建议呢 你就自己多带一点吃的 这样早晨呢 就有的吃了 这次出去呢 因为怕吃饭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我还带了这种自开锅 还带了一些方便面 并且带了住方便面的锅 因为酒店里呢 都有微波炉 所以做起来 其实是蛮方便的 这一路上呢 也碰上了很多好的餐馆 在这里呢 先给大家推荐一下 餐馆的名字 有点难念哈 不过菜还是很好吃的 鲜层面和虾面 我们都吃得非常的高兴 这个餐馆呢 是在神聘 无论是牛腩宝 还是青钢菜 都是纯正的中国口味 这个餐馆呢 叫白味 酒呢 都是他们自己酿的 竟然在美国餐馆 也能吃到可口的面条汤 很喜欢孙路易斯的 Connor 17 这也是一个 纯正的中国餐馆 非常喜欢 他们的珍珠奶茶 很喜欢Kiff City的 这个墨西哥餐馆 我给起的名字 叫做菠萝三鲜 非常的推荐 很多人呢 推荐Nashville 这个炸鸡店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当然呢 我只尝试了 Mild的这个麻辣鸡店 其实大阴山的时候呢 住在Gatlinburg 这是我发现的 唯一的一个中餐馆 西胡椎炒鸡蛋 还有海鲜豆腐堡 还是蛮好吃的 这个Red Ginger 在Ashville 也非常的推荐 红姜 烤鲜鱼 以及不同的小点 都各有风格 餐馆里呢 也看着特别的干净 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呢 也可以选择 连锁的一些餐馆 这样的话呢 你就比较熟悉 你很快能够选择 你想吃的东西 特别推荐 沙拉特这家意大利餐馆 这是虾面 这是鱼面 简直是特合中国人的口味 就是这两道菜 他们的提拉米苏 也是非常的好吃 很幸运吃到了最后一份 回到Pissball以后呢 这是台湾小馆的牛肉酸菜面 感觉又温暖又幸福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